各位大家好 我是来自松山社区大学的公民记者 山峰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担任客座总编辑 我就老中青三代不同的议题 各选了一则公民新闻 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则是公民记者 Oliver 101所报导的 他的题目是保命防碟 碟是跌倒的碟 他报导的是103年 新疫区他做的安全防护 与友善城市的成果发表 台湾的社会已经走向高龄化的社会 年轻人有的忙于工作 有的出国留学 有的到国外去工作 所以往往无法照顾到家里的老人 以至于妥善照顾独居老人和老年人的居家安全防护的重要性相对的提高不少 所以更需要结合社会的力量 还有结合有力的资源 事先做好这充足的准备 这则报导中提到 信义区他是透过资源单位的整合 譬如 信义老人服务中心 他提供的是需要协助的长者名单 然后信义健康服务中心 他派志工到老人的家里去贴黄华贴片 信义安全及健康协进会的居家安全防护组 则是为信义区的区长辈们 做居家安全的事前预防的宣导 今年老年服务中心 他推出了下肢的房碟操以后 目前是到老人的家中 在浴室里面依照老人行动的动线 提供贴上黄华贴片的温馨服务 接着期待借由培训总执教师的力量 协助指导社区老人做保健运动 尤其是下肢的肌力跟柔软度的训练 以减低老人跌倒的风险 加强宣导如何避免因为跌倒 或者是口腔疾病所造成的伤害 来改善年长者的生活品质 所以要做好老人的照护 需要社区不同单位力量的结合 在培训总指教师 完成事前防碟的宣传 事后自供居家的照护 形成一个绵密的防护网 如果能够再领选模范示范区 然后推广到台湾全省各地 则会增加更增加的生活中的幸福感了 第二则中年的部分 我选了德瑞克189所做的报导 他的题目是有代传承的优良文化 记者访问的是太亚族的瓦旦罗姓这一家人 他们有建于传统的原住民文化 正逐渐的消失中 于是将那个祖先留下来花卉已久的三地 整理以后 作为太亚族的文化体验营 让那个太亚族的后代 及一般的民众 可以体验那个太亚族的民俗风情 作为太亚族文化的传承 我们从这一则新闻里面 看到太亚族的民风 即使捕鱼呢 它也不用过密的肉质 它是让那个较小的鱼苗 不会被不至于被捞捕起来 那捞上来的都已经是 可以食用的大鱼了 只捕大鱼 不捕小鱼 是为了等待小鱼的长大 才能够有源源不绝的鱼可以食用 他们对于农作物的话 它是采迁徙伦耕的方式 让耕种过的土地 可以修养生息 至于狩猎的部分 它也不做那个赶尽杀绝的动作 这样生态就得以 那个永续的生存下去 保存下来 这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成为一种优良的传统 不仅为日后续积了生活上的粮食 也教育了后代的子孙 节省未来的资源的观念 在这个文化中 有着鲜明生活 智慧的精髓 以前吕氏春秋 曾经讲过 物节则而语 就是说 不要只顾着眼前的利益 而不顾到往后的生活 总要为将来留有后路 鲜明用了他们一辈子的时间 去实践 经营 跟坚持 他们的族群的特质 和他们想传承下去的理念 在历史的神说里 留有一席之地 我们从报道中才进而了解 物节则而语的实际做法 每个人如果能够从自己出发 将这一则良好的习惯 养成风俗 继续的传承下去 形成一种优良的文化 未尝不可做到 常富于民 第三则因为题目深深吸引着我 选的是公民记者 宅妈所做的报道 他的题目很特别 是爸爸的大书桌 与妈妈的梳妆台 记者介绍的是 桃园中立市 福州路的木匠之家 背包客小屋 这间小屋是用 二手在造的木制家具 背包客可以选择 以公换术的方式 在那个木匠之家工作几天 就可以用低廉的价格 住进这个用 二手谷物所打造而成的 背包客小屋里 而爸爸的大书桌 和妈妈的梳妆台 正是木匠之家 他们所承设的二手家具 记者访问了 香港来的女背包客 黄小姐 她坚持去做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也问自己 人生是怎样的旅行 自己需要跟随着 别人的脚步前进吗 但是别人走过的路 终究不是自己的 而想来到这里 真正的去感受 自己究竟是怎样的生命呢 而她并不想对不起 自己的生命 于是重新去思考 老师曾经说过的 人生三大问题 第一 我是谁 我是怎样的人 我不想每天起来 去重复 做着同样的工作 而是在旅行中 以公换数 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生活体验 使很多的背包客 从中体会 重新再出发 体验人的再造 跟物的再用 同时发现了 人与物的新价值 你曾想过自己 为什么要工作 为什么要忙 要如何的存在呢 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自己重新再出发呢 想想看 多尝试 在此扬年 更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事事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